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4年9月23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在國泰航機上再次出現歧視內地同胞的風波 究竟內情是怎樣? 國泰今次又如何處理這件事? 另外 被受黃銀追捧的MIRROR脫粉情況越來越嚴重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成員原本有份拍的賀歲片 最後為何會不了了之?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7年了 但那群小黃人好像還覺得香港人身份高人一等 經常看不起我們內地同胞 歧視他們 真是很離譜的 最近有一宗歧視事件 竟然再次出現在國泰的航機上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大家相信還記得去年5月 國泰有三個空姐在成都非香港的航機上 歧視不懂英語的內地乘客 說他們不懂得聽人話和不懂得說英文 便沒有無尖 誰知道被人錄音 事後被內地網民放上小紅書舉報 引起軒然大波 內地網民在小紅書鬧爆 說國泰空姐這樣做 傷害了香港和內地同胞的感情 令國泰之後要多次道歉 還很快地解僱這三個涉事的空姐 但這件事已經對香港好客之都的形象 造成很大的損害 以為發生過一次 之後不會再發生 誰知道事隔一年多 國泰航機又有這些歧視我們內地同胞的事發生 還變成國際新聞 話說前天 一個內地女仔金小姐 在小紅書上post了一條片爆料 說17日乘國泰從香港飛到英國倫敦的航班上 被後排的香港乘客歧視 還說她是大陸妹 事件起因在飛機起飛平穩後 通常她可以開始喊喊 這個女仔很正常地把座椅向後調 希望坐得舒服一點 誰知道後排的一個香港女人 竟然叫女仔不要向後喊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她老公看電視 對於這個無理的要求 女仔當然是怨她 因為她想睡覺休息 但這樣竟然惹來了這對香港夫婦的歧視和辱罵 香港女人首先用腳伸到女仔的座椅前面 踢女仔的手臂 還對她舉宗旨 用廣東話侮辱她 甚至說她是大陸女仔賣笑也可以 期間事主多次向空姐求助 但空姐偏幫那對夫婦 反而叫女仔調整靠背 令事主很震驚 因為當時不是用餐的時候 調解不成功後 後排的男人就開始 狂踢事主的椅背 撞椅子 不想妥協的事主 於是再找空姐調停 甚至要求換位 但不成功 空姐一走 那個女人又開始在耳邊罵女仔 甚至用諷刺的口氣說 大陸必勝 大陸人最厲害 當知道事主在拍片紀錄後 那對夫婦更對著鏡頭舉中指 那個男人直接把手放在事主的椅子上搖 令事主覺得瞬間安全距離被嚴重侵犯 終於這對夫婦的行為 令到其他乘客都看不過眼 現場開始群情洶湧 幾乎整個機艙的乘客 都不像這對夫婦這樣欺負一個年輕人 很多人站出來說 真的不要欺負別人的小朋友 有人說真的太刁我們香港人的面子 然後有人說不要說你是香港人 這樣欺負別人 最後 空姐才用換座位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 可惜一切真的來得太遲了 對於郭泰的處理 事主非常不滿 如果當時沒有人幫他說話 會不會只叫他繼續隱讓呢 整件事真的很離譜 有關的片段在小紅書播出後 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 令郭泰也有出來回應 他們說經過調查後發現 這件事發生在9月17日的CX253航班上 爭執發生後 機組人員多次進行調解及勸阻 但兩個顧客未停止滋擾行為 機組人員除了有安撫受影響的顧客外 亦在經濟艙已坐滿的情況下 安排了市主調位去特選經濟艙 Premium Economy 受影響的乘客調位後 機組服務經理亦向兩個造成滋擾的顧客 給了兩次嚴重口頭警告 郭泰說 保障每一個乘客的安全和權益 是公司的首要任務 對於任何顧客不遵守航空安全規定 以及不尊重其他顧客權益的行為 郭泰始終保持寧容忍的態度 所以他們會根據相關乘客及行李一般條例的規定 將會拒絕這兩位滋擾別人的顧客 再次承擇郭泰集團的任何韓班 所以這次郭泰認為也算是及時處理事情 幸好事主金小姐也很明白事理 她接受訪問時 說不希望這件事影響兩地關係 還說這次是那對王夫婦的個人問題 無論在飛機上或網絡上 也有很多其他正常的香港人幫她說話 所以她之後還會繼續來香港 因為覺得香港大部份人都很好 無論如何 今次國泰這間公司處理得OK 不過事發時 國泰空姐的處理真的做得一般 沒有即時阻止這對夫婦的歧視和滋擾行為 直到其他乘客看不過眼出聲才安排換座位 實在已經太遲了 國泰真的要進一步加強對空姐的培訓 特別教他們如何處理這些突發事件 當然也希望國泰可以盡快引入更多內地空姐 其實歧視內地人的黃人只是少數 大部份都是正常香港人 對內地同胞絕對是很友善 就像一家人一樣 所以希望今次國泰可以吸取教訓 也不要讓他影響內地人對香港的印象 說完國泰的事件 接著跟大家說說MIRROR 避受黃人追捧的MIRROR出道已差不多六年 但歌藝和演技多年來都沒有進步 加上負面新聞不斷 所以最近出現脫粉潮 人氣不斷下滑 演出機會也越來越少 其實MIRROR自從出道以來 不少成員都有機會拍電影找真銀 例如主力姜濤 拍過《我的天堂城市》 和媽媽有了第二個 Anson Lo 拍過《盜月者》和《假冒女團》 女將安Edan 拍過《過時過節》 而AK 也拍過《七月翻歸》等等 但這些戲的飄防和口碑大多數都是一般 甚至MIRROR的公司Makerview自己投資 找齊MIRROR12個成員聯合主演的電影《十二怪盜》 除了他的鏡粉之外 似乎未能吸引廣大觀眾入場 還劣評如潮 藍華早寶早前更刊登過一篇影評文章 以粵語流行男子組合MIRROR首次合演 搶劫喜劇 惡劣程度成粉絲 在《士金石》為題 鬧爆《十二怪盜》拍得很差 五分滿分的評分 竟然只得一分 所以你說是否無眼看 除了演戲之外 MIRROR不少成員的品格也很有問題 如AK 經常把新冠病毒 說成武漢肺炎 公然抹黑我們國家 非常離譜 至於他們的姜濤也被媒體揭發 全身黑衣在銅鑼灣黑暴現場被警方調查 之後還爆出公審女網友 唱歌咪咀 行為失常 精神有問題等等的負面新聞 就連知名度最低的Frankie 陳瑞暉 最近都被爆出黑材料 說他圈外女朋友Christy私生活混亂 和AK 捲入爭旅風波 而MIRROR 另一個成員Edan 呂雀安的後援會 亦被爆帳目不清 而最近他用吳李形象 公開說要追求影聲林明禎 導致他的粉絲因為吃醋 宣佈脫粉 使他一夜之間跌粉 二千人 網上還有應援品被拋售 所以最後就向現實低頭 跪下出post 道歉 在這麼多負面新聞之下 正常人都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 不再支持他們 難怪人氣大跌 出現脫粉潮 所以最近電影公司找他們拍戲 都要特別小心 例如Edan 呂雀安 原本有份參演的賀瑞片 現在要延期開拍 但現在距離農曆年只剩下3、4個月 所以這部電影真的有很大機會泡湯 很明顯電影公司真的對呂雀安很沒信心 你可能會說會否是因為市道差 與MIRROR 無關事 但不是 很多其他電影現在都如火如荼準備 如天下一和無限動力投資的賀稅片 《鐘女社》 現在在籌備中 這部電影由2024年賀瑞片 《臨時劫案》的導演麥啟剛導演 這部電影由2024年賀瑞片 《臨時劫案》的導演麥啟剛導演 電影除了在香港拍攝外 亦會去澳門取景 導演說這次的投資 沒有去年的臨時劫案 但他會揭盡所能 希望拍到一輯富有香港味道的電影 另外三部賀歲片亦在馬來西亞拍攝 包括袁詠儀主演的OMG OMG 媽媽有喜 張繼聰的做過有子人 以及歐陽振華的半斤白樑 證明現在只是MIRROR有問題 無論如何 好的演員 無論市道如何 都有電影拍攝 不過對於品格和政治立場有問題的藝人 例如MIRROR、李佳心、森美等 已經被正常人唾棄 導演要找他們拍戲 當然要想過度過 如果他們想挽救自己的演藝前途 不如首先道歉 接著做一個愛國愛港的中國人吧 為了響應習近平主席的號召 向外界說好中國故事 我們一班兄弟姊妹 早前成立了一個 叫中國故事 國際傳播KOL聯盟 透過寫英文文章 Twitter 或拍英文的YouTube 來向外界展示我們國家和香港真實的一面 我們最近也作出了一些新的嘗試 就是拍一些輕鬆一點 娛樂性豐富一點的影片 一邊訪問一下在香港的外國人對不同事物的看法 也同時介紹一下我們香港的不同景點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看有關的片段的話 請按這裡 免費訂閱我們中國故事的新頻道 再按這裡 看看我們最新的兩條影片吧 歡迎收看